拼子当头 但他拼体现的具体型当中呢 我们看到这个李松伟他的节奏啊 速度啊各方面来讲 却把握得比较好 包括这种多拍的能力 对 这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算是7比6 其实包括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 李松伟有一次因为 发球过腰 被裁判判犯规 当时紧跟着他有一个正手的失误 但我们看到他很快的能够稳定住情绪 这都值得学习的 好像裁判 过网了 看慢动作 好像是过网 是过网机球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拍子碰到触网 这球没有飞到 没有飞过球网的上空 中心点的时候 你要拿拍子去碰球的话 这是伟励的 好像就跟排球一样 对 排球有过网机球 我们注意到李宗伟 也已经连续有三个正手 这样的攻球失误了 他在第一局 在这个角度的进攻 是非常灵力的 而且攻击力很高 为什么他现在连续 出现了三次这样的失误 这也是 林达也是在自己的反手的进往 连续 接这个小球失误 李宗伟这个球打得比较巧 他不是像以前那样直接一拍下去 他就是结合一个调球 李宗伟越起刹球突击 又恢复到他这种 典型的李宗伟是进攻的本色 像李宗伟正手的突击要比 正手的球要比 球顶要 威胁要挺大 威胁要大 漂亮 对方回的球捡 对球 你看 因为我们中国选手林丹 和李宗伟交手 一个世界排名第一 李宗伟世界排名第四 这场男单比赛 应该说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对 像刚才李宗伟那个球 就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那么被动情况下 他能放出那么好的质量 就证明他还是 有了很多的困难准备 他这种打多拍的能力 也很强 心理状态调整得非常好 对 其实像男单的世界排名 前十以内的这几个拳手 包括前二十以内的拳手 如果谁跟谁 不管是你世界排名第一 碰到世界排名第一 你的比赛的精彩程度 还是一样的 因为这几个拳手的水平 都非常的接近 而且 这个胜负 并不是那种 顺利成章你世界排名第一 就一定能够赢我世界排名 靠后的 对 第八第九的拳手 只不过胜率可能更高一些吧 对 好的 漂亮 哇 这球可以看到 李福伟 面对林丹那种非常刁针的进攻 仍然能够 倒在地上把球接起来 而且接起来的球的落点角度还非常好 对 这位球非常的漂亮 很 有几个 有得三个被动球 才能救起来 看 第一比赛是21比17货胜 第二次 现在他11比9领先 今天李宗伟 撞得非常不错 马来西亚的也是非常会采取特殊方法 售买人心 他们给这个苏兰的很多的观众呢 学生发了一些冲气的气球击打的棒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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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